选手们开心比赞出席巴黎奥运庆宫宴 而坐在最角落的小林同学林云如一脸呆萌 因为就在拍合照之前 看见林云如扣子没扣好 工作人员赶紧上前提醒林云如一脸害羞 一旁的好友台湾蝶王王冠宏也忍不住偷笑 还摸了摸自己的领口 而林云如个性内向腼腆就被粉丝捕捉到 听长官致辞时 先是脱塞聆听再揉揉眼睛 掳获粉丝方形直呼太可爱 就连听到台上在唱歌时 第一直觉竟然是逃走 小林同学生 要赶快逃走了 不然我们也要唱歌了 林云私下与王冠宏感情交好 看到王冠宏走向镜头 还笑称最帅的来了 而同样感情很好的 还有这位汤包汤志军 先跟大家介绍 在我的页右手边是小林同学 像我也要差不多要转型去桌球 看会不会跟林云打双打 唐志军笑称想从射箭转型桌球 与小林双打 笑翻现场 唯独林云如表情始终如一 而恰巧隔天迎来他的生日 有什么生日愿望呢 生日明天要去干嘛 去哪里 去努力练球 出了练球以外 还是练球 希望 球可以越打越好 愿望简洁有力 就是要把桌球打好 台下落网镜头曝光 也让粉丝看到小林同学 勉腆可爱一面 在新闻光 而且倒是很不断